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会尽力把显卡给讲清楚 好吧 那么关于基础向的科普可以先看我另外一个视频 传送门AV5700143 那么首先显卡和CPU是电脑当中占的比例非常大的两个大件 我说的是钱金额 那么到底该偏种CPU还是该偏种显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优低显还是低优高显这个问题 首先CPU和GPU的争论一直没有头 包括有人在说CPU性能会过剩 显卡的更新速度又太快 1080P显示足够用 过了60Hz区别不大等等等等 也有很多朋友摆证据想让我认同他们的看法 我没认同 但是我也没反对 因为这个争论没有意思 我的看法就是因人而异 为什么 拍电脑到最后是人用 而且不是我们这些写配置的人用 也不是那些推荐的人用 而是来咨询的人 来问问题的人用 这个大前提咱们一定要同意好 你得看用户的需求 但是这个有点扯远了 咱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低优高显还是高优低显 对于游戏来说 显卡的选择要大于CPU 而对于工作来说 CPU的选择要大于显卡 因为现在很多游戏都提升了画面 贴图 纹理 变得更加细致 光影效果做得更加好 我个人理解 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显卡做的 所以呢 CPU虽然很重要 但是对于游戏来说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缩CPU 来换一些高级的显卡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为什么我在给人家写单子的时候 会优先推CPU呢 很简单 因为保值啊 目前来说 i7 4系 面对i7 6系 依旧在弹销风上 这样算来 i3继续占两年不是猛 洋垃圾的老旗舰3960X2 更是和6500差不多价格 但是性能超了不少 咱们这里不说版的 只说优 你再看显卡 这次的10系列更新之后 9系直接就学崩 1060介于970和980之间 但是价格比纯新的970 可能还稍微低一点 3G版本 比960高的不知道哪去了 价格差不多 1050放出之后 我感觉9系卡 接盘的人都少了 根本就不好找 这也是我更推荐 把钱花在CPU上的原因 显卡 这个东西 人几个月 没准下一代就出来了 到时候再买新的 一样好用 那么有人问过我 什么叫图形卡 我知道 你们想问的是图形卡是做专业计算的那种卡 对吧 类似于立台 像最近土豪Linux更新那个四路一期带两路M6000那个视频 我估计你们也看到了 那块显卡非常非常的贵 一般的图形卡 应用在专业领域 这个专业领域指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理解一下 就是设计领域 机械 建筑 广告 动漫 影视后期 这些方面可能会牵扯到 就是你用专业卡会比较好 但是这样说点太广了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跟没说一样 那么换个角度说 说点细致 比如说玛雅 AE 3D Max AI CAD 还有就是OpenGL 就是这些可能都会用到专业卡 便宜的专业卡和游戏卡 我感觉区别并不太大 那么下一个问题 显卡交火 首先显卡交火到底好不好 好 肯定好 但是价格太贵了 一般情况下 显卡能单不双 这个能单不双解释一点 就是能一张显卡解决的事情 尽量不买多张显卡 交火显卡 首先你需要一个大的电源 还有你的主板至少得支持交火 这样一算下来都是钱 对吧 如果当你买了很贵的显卡 1070 1080 这个级别 单卡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当然跑分党除外 因为跑分党就是喜欢折腾 怎么都满足不了 那么所以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 有钱上旗舰显卡 新太坦 没钱上次级线1080 还不够上高级显卡1070 还不够上中级1060 以后等有钱了 把手里这块显卡卖了 再买新的 是比较好的选择 一般想看性价比的人 我个人建议是网上换 什么你告诉我 你都换到新太坦了 我的天 你都有新太坦了 你还告诉我 你不是土豪 归新嘞 原来我在做显卡那期的时候呢 收到了一些私信 当时那会儿很多人都说 我是卡巴西做啊 就是当时那会儿我推荐 就不买二手显卡了 这次呢 我也是把这个话题重新拿出来 首先呢 我为什么不推荐买二手显卡 第一个就是 二手显卡呢 你千万别被骗 老套路呢 有刷卡 比如说把9800GT 刷成GTS450 咱这都好几年前的事了 还有最近常见的翻新卡 二手卡这种 经历过撕碑鱼呢 和买过二手卡的 应该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不要看人家价格很低 说过二手的270X 超频玩游戏比较爽 你一定看见他吃肉了 没看他还够了 真的 他付出的知识与精力 都远超于你 你也别不服 比如说 二手A卡我在哪里看成色 怎么看是不是矿卡 怎么看三手 万一出问题 怎么私才能得到权益保障 他们说的成色是什么意思 伊拉克指的是哪 显卡怎么超频 好 学会了超频之后 怎么买电源 多少碗的电源 能满足超频的需求 而且还便宜 这背后隐藏的东西 还有很多 我不太建议 购买二手显卡的原因 也在于此 因为不出事 还好 一旦出事 就是几天的 不愉快的交流和沟通 导致心理雕塞 何必呢 为一块几百块钱的显卡 那么我也收到过私信 就是 问过我 购买二手显卡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先呢 我分成两部分讲 一部分是作为卖家 一部分是作为买家 首先呢 作为卖家 在出售自己显卡的时候 一定要录像 最好是把电脑打开 打开GPUZ这种专业性的软件 看清楚这里边的所有参数 然后 把电脑关闭之后 把显卡拆下来 把显卡各个角落全部录下来 一定要清晰的录下来 尤其是SMR 如果你卖的是相说权的显卡 一定要把包装盒也录进去 这样可以保证自己的权益 还有 一定要走官方渠道 比如说闲鱼 比如说淘宝 千万不要觉得省事 我走私下转账就可以了 到时候出问题 私逼更麻烦 因为没官方担保 反正没官方担保的话 我是绝对不敢买卖的 这是失望 那么好 这是卖家 那么作为一个买家 首先 当你要买一挂二手显卡的时候 一定要和卖家协商好 到手后有多少个小时的测试时间 比如说24小时 比如说48小时 如果出问题怎么办 邮费谁来出 到底是换还是退 这些问题都要提前说清楚 沟通好之后 下单 等快递送到之后 请打开手机录像 给快递师傅倒杯水 让他等会你 把快递师傅也录进去 当面拆快递包裹 检查外观是否有破损 对比卖家给的图片 来比对是否是掉包卡 完之后 直接插到你的台式电脑里开机 打开GPUZ 用你的知识判断 是否是假卡 是否是刷的卡 如果这些都通过了 感谢快递师傅 并且送他出门 然后返回到电脑前 直接打开甜甜圈 直接烤 新烤几个小时微镜 通过甜甜圈测试之后 打开稳定性测试 反正怎么榨干显卡性能 怎么来 一定要榨干显卡性能 让他高负荷运转 这里边做一个标注 就是千万不用鲁大娘 你告诉我你用鲁大娘 烤鸡我会笑话你的 好吧 如果在这段期间内 一旦出现花瓶 死鸡 蓝瓶这种情况 立刻联系卖家 并争取最大化利益 按照你们说好的来 比如让卖家承担全部的运费 或者是给你换一个 或者是退货 如果通过了测试 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果要是没通过 基本就是撕逼协商推广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买家有录像 胜率比较高 如果卖家也有录像 那就只能看官方如何裁定了 如果没有官方的话 那你们谁声音大谁赢 好吧 你们就自行协商自行解决了 这些我们就不管 本次内容说明完毕 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可以私信我 或者给我留言 本人可全二位马如图措施 通过扫码可以找到我 本人支付宝二位马如图措施 自愿投食挑戏 如果您觉得视频内容好 请给我一些支持 您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风车每周末都会更新视频 如果您需要纯净的U期盘 可以来看看我的 价格和名字是一样的 传送们AV6139944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风车 我们下次再见